别人对自己有偏见怎么办? 就跟一个牙坏了一样 如果你是一个骑的牙 你永远不会碰见牙套 也就是因为你不起 所以最终会碰见你那个合适的牙套 我这个人也不怎么合群 但是我不合群了很多年 所以有了些感悟 就是你放得下呢 就不孤独 站得远就能看清楚 不期待就会不断了 安于现状就是不思进取 那如果总思进取的话 是否就意味着需要休息 如果你需要休息的话 是不是就需要安于现状 这是一个循环的问题 过于有目的地的路呢 容易一路 所以有的时候呢 你就觉得你来这个世界上 或者在生活之中 你只是来散步的 也可以 感觉自己不受欢迎怎么办 如果一个胡萝卜靠近了一只猫 肯定不受欢迎 但是这只胡萝卜 如果靠近了是只小白兔 那么小白兔非得开心疯了 所以有很多时候 并不在于你是谁 或你要变成谁 而是在于你跟谁在一起 你在哪儿 这个世界这么这么大 永远找不到另外一个你 因为你是最可爱独特的 这不正是我的新歌吗 没有生活的目标要焦虑吗 如果你没有自个儿热爱 也许没有热爱就是一种热爱 我不知道 我觉得平庸好像也是一种热爱 因为你知道大部分人 好像历经风雨 多少年见彩虹 最终还是想回归平凡 其实你已经比他们早走了 最起码三十年 你是他们的结果 所以说不要为自个儿 现在人悔恨 你要为自个儿庆幸 这段话我觉得特别酷 你以为你的感觉是真实的 但是他们不是 就像天空中的蓝色一样 一有乌云的时候 你就觉得天是灰的 但是其实天永远都是蓝的 它从来没有变过 只是因为被乌云遮住了 乌云就是你的感觉 天空才是你真正的内心 有时候你觉得阳光没了 是因为那片云遮住 云是你的感觉 不要相信你的感觉 相信你的内心